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下一個我們邀請的就是 翁青海 來 掌聲歡迎青海 謝謝你 青海多久沒亮相在電視上的生產業 我沒有去算 長了一段時間 不過可能多段續續有上一些節目 不過不多最近這一年來都不懂 所以這一次 時間方面比較緊 不要忙 對 屋館很多學生都想跟你學習 對不對 完全是 因為現在有BB 了解 爸爸 吳爸爸 辛苦了 不過爸爸這一次這個慈善業 會帶領就是我們的一些國手 包括了何靈寅 他是世界太極權的冠軍 還有四位是2017年冬運雙聊冠軍 呈現武術 還和新加坡劇舞方一起合作 對 這一次呢我會帶領24位 我們的國家隊跟國家少年隊 也是我第一次跟他們 就是說我以前也是國家隊 對 就是新一代的運動員 一起呈現這個 結合舊方舞蹈的一個武術表演 然後對我來說 這次能參與這個演出 對我來說是一個榮幸 也是一個傳承給 給下一代的那個武術運動員 然後我希望通過這個演出呢 培養這個新一代的武術運動員 對慈善 對分享那種愛心 因為他們有些年紀最小的才10歲 會參與這一次的演出 就是說我們有那個兒童組 少年組跟成年組 國家隊員 OK 然後我希望 藉用這個武術的精神 屈強俯羅 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團達這樣的精神 還有那個武術的毅力 希望那些受困 需要幫助人 也有堅強的毅力 繼續的奮鬥 沒錯 其實像青海每次在指導 這些年輕一代的武術界人士的時候 都非常強調武術那個 中心價值嘛 對不對 這個理念 這個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 為誠習武先習得 如果你出發點不對的話 不可能走得遠 凡事都是由心來開始 做事也是一樣 沒錯 先懂得做人 才做事 沒錯 你才會做得遠 要把value抓得多 是 從今出發希望能夠為更多人 進行更多的人善趣 但這一次和巨武方的合作 是進去挑戰對不對 因為武術的這個體態美 跟去舞蹈方面 去舞蹈方面 要怎麼的融合呢 其實挺有難度的 因為我們 我們武術跟舞蹈的分別 對雖然都是一種肢體的表演 是 不過那個節奏不一樣 沒錯 武術的是 那個節奏突然快慢 快慢 是 憑著我們的那種感覺去動 不過舞蹈呢 他們是跟著節拍 是 難度就在配合節拍 跟武術的那個 自由的發揮性的那個配合 那個比較難 所以我們要配合那個音樂跟彈音 哇 這個 就是啦 他們說 1 2 3 4 手 手 1 2 3 4 如果說武術 1 2 3 4 很難啦 難道不是武術 還在舞蹈啊 所以 進來今天 一身的這個裝扮 是否能夠 來個1 2 3 4 還是 叫 我就給你選擇了 哈哈哈 1 2 3 4 我可以跟你跳 恰恰還是怎麼樣 哈哈哈 這次 可以嗎 給你秀一段 秀一段嗎 還是怎麼樣 秀一小段 場地我穿著也是有一點 會不會瘋吧 對對對 而且我有沒有對一套褲子給你 ok 其實 我這次的這個表演也是特地去練的 是一個 我們叫傳統的一家拳 嗯 叫我通背拳 通背拳 也是我第一次 嘗試 對 在直上演出 或者在電視上嘗試這個 通背拳 是 通背拳是個傳統拳 所以現在修一下給我們看 可以嗎 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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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掌聲一下 哈哈哈 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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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以嗎 噢 不能跳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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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 carpet 大間 這樣一小段 醬 大概給大家 他這個感覺得 對 對對對 很多的 第一次獻給我們山蹟的這個慈善業 謝謝清海 謝謝 他的武術界的 選手 謝謝大家 謝謝 �